讲那个云端白板的就是那个表单 比如像刚刚这个档案 其实你们传上去的东西将来如果说我要把它变成ecell档 其实我觉得Google在这方面还蛮花心思的 它也可以让你下载成ecell档 你把它放上去的东西马上可以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吧 而且完全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那以往如果我要做完这件事情的话 以前假如说没有这个东西 以前可能要用什么PHP 就是动态网页 然后还要一个server server可能要一个网页的wave server 然后还要一个就是资料库database server 非常麻烦 现在简单太多了 所以你说叫我现在 除非说有必要 不然我不会去说用PHP或者是ASP那种东西 然后这个就可以很快做完了 OK好大概跟各位做个补充 太多东西可以用了 其实如果你要提高工作效率 最重要就是你要会用各种的工具 帮你完成很多事情 那我的课程基本上都是活的啦 其实像VBA早期我在上课的时候 很多人也对这东西没有什么send 没有什么概念 那我刚开始主要有的实物经验 你说要教学有系统的教其实我刚开始也不是那么有方向感 我们只是慢慢的越来越清楚啦 OK好那至于怎么去做每一期上课内容也稍微调整 因为可能慢慢又要跟什么大数据做衔接 然后呢又要跟那个可能手机APP的资料连结也要或者是如何下载网络上面资料 诸如此类的需求一直在转变 那当然你就是要懂得快速的把这些东西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OK那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啦 因为讲了这么多我是谁呢 我就是这个人 其实以前会介绍很多什么学历经历什么证照之类的 其实后来发现 你就Google我就Google吴老师就好了 吴老师就是我 OK好那能够在哪里找到我 就是在Google上面可以 因为大概Google结果前第一页的前四个五个都我的 如果你找那个YouTube的话那更多 YouTube如果你找UCLVBA的话 几乎已经快要被我洗版了 OK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我对其他老师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每次上课 那我就习惯把它录下来 那因为我的对象就是你们嘛 那我把它放上去 那一直在上课 而且其实我还蛮享受在上课 而且感觉拿那个麦克风比唱歌还有成就感 唱歌可能大家都纷纷去上厕所或干嘛的 上课的话大家好像一定要被迫一定要听 不过那我会尽量讲的好一点点 那里面的话就是说里面有相关的包含就是说我的部落格 因为我会不定期的会丢一些东西上去 我觉得好像对于一些上班族还没有帮助的 另外我有个YouTube频道 那YouTube频道观看次数 现在已经超过四五百万次了吧 四五百万次观看次 那我订阅人数的话也超过一万人了 所以我想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有一点虚荣了 OK 那不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关键字部分就是这个 ecell VBA教学 那这个当然我也是放了蛮多的 那当然我除了教ecell VBA之外 我也教了很多手机的APP设计 其实我自己也有写一个手机的APP 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像高速公路有没有塞车 我最近也写了一个给我上去 记得可以下载一下 高速公路路况 我的名字你看知道吴清辉吧 那个看到就我了 记得要给五颗星 开玩笑 那个东西只是纯粹兴趣 那我最近的上课大概就是 也许在公务人员训练处 还有像我们东西大学经济修推广部 那新北市有劳工大学 还有就是志强工业基金会 都有类似的课程 而且感觉开课情况就还蛮不错的 那我的经验其实还蛮不够 主要是业界经验 而且我也就是在园制中午 接一些课 然后大概主要是业界 然后从业界再走到教学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踏实 所以我的东西比较少讲理论部分 我会先告诉你怎么做 再告诉你为什么 我不是告诉你为什么 然后怎么做自己去想办法 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们会的 自己看书啦 我想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有自己买书啦 可是看不懂做不出来 看得懂但是做不出来 对不对 看懂了但是怎么做不会 所以我比较重视的就是告诉你怎么做 做出来才是最后的结果啦 OK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 我教过程式语言应该超过10种以上 不只是有VBA 几乎是只要是商用的语言我大概都教过啦 OK 那每一种其实对我来说好像感觉都同样的 然后我的证照也超过30张吧 我这也不是什么最重要的 那我的观看次数跟订阅人数这个是几个月前的 9000多现在已经破万了 这个应该也快破500万了 然后底下的话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您的预估收益 有个$10符号 这个是美金 OK 我把它mark起来了 因为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我每个月呢 其实Google都会赞助我一些 比如说我想去出国游玩的旅费 Google都赞助我非常多 而且它给我的其实非常足够了 去很多地方自由行 OK 不过这也不是我主要的 因为后来我其实不是很有心去 为了这个事情 那反而好像更多了 所以一直强调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学这东西 第一个 请你对它产生兴趣 如果你排斥它 那跟各位讲 可能你真的也学不好 第一个你要有兴趣 真的你要有兴趣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 它是太好用了 可以帮助我做很多事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这个是 他给我的年终奖金 像之前有一笔记录 这个是美金 这个几位 一二三四五 五位数字 OK 不过后来被一个同学 发现了一个问题 其实这边有一个小数点 但是也够了吧 OK 这是美金 美金 然后我也曾经受邀到那个 就是认证中心去担任出题的委员 所以Visual Basic这部分 那大数据的出题 这个我想之后 如果对大数据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先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后续的课程 也会跟大数据做衔接 OK 然后基本的入门用书 大概就是两本 这个我想在我们的那个讲义里面有 另外的话VBA方面 前面两本跟 就函数比较关联性 那如果你对VBA概念比较没有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买这本 我觉得比较推荐这本 Excel VB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有点像是你可以把它拿来当成是 入门书 理论部分 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范例 实作部分 就是没有连贯性 那我刚好上课可以弥补这个部分 我们实务的部分比较多 那其他还有这些书籍 在讲义里面也有啦 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把这些书籍拿来看看 然后也有关书纽分析 大数据等等 OK 大概是这些 那我们今天后面的话 大概就是有一些 那个按照我们的顺序 就是1到5 这个是函数的应用 与转换成VBA的一个流程 再来后面的话是综合练习 大概会有这些方向 好 然后什么是大数据 我想之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做一个说明 然后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先开启那个第一个范例 文字与资料 函数这个范例 那这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打开做一个综合练习题 综合练习题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各位帮我解出来 好 这个是某一个电信公司 我至少在去帮他们做 那个内部训练的时候 他们给了一个问题 他们每天的客服人员 都需要做这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说呢 他要在这个前面加零九 一一 一个minus 就是减的符号 然后如果是两位数 就补一个零 如果一位数 就补两个零 如果三位数 就不补零 OK 所以最后的话出来呢 就要是一个完整的手机号码 那当然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完成它 OK 不过这边的话 有一个提示 就是用and加rept加len 你想说这两个函数 好像比较少用 对不对 不过基本上呢 应该也可以顾名失忆 rept repeat repeat什么字 什么字 repeat几次的意思 重复的意思 重复几次 那重复几次跟len什么关系呢 跟len指的是说 跟len指的是它的长度 lan 这个指的是说 这个储存歌里面 假如它是三个字的话 那就不补零 那rept是什么 重复几个零 那刚好三跟它的关系 什么关系 刚好颠倒 利用三去减就好了 三减掉它的长度 比如说它两个 那就等于一个 一个就repeat一个零 补在前面就好了 如果是一个字的话 那就三减掉一 二嘛 那就补两个零 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式做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当然你就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当然有 有没有更快的 有 我会教各位就是说 如果最好是旁边的按钮 按下去 全部完成 最好 甚至你列印 直接列印出去 可是问题 这个按钮要怎么产生 这是方法一 那这个是VBA的第一种方法 它叫做sub sub sub是它不回头的 直接就线性的全部执行完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那我可不可能 就是在这个插入函数里面 我什么事都不要做 它要跳出一个叫做手机函数 那我只要选取一个范围给它 它就自动帮我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也是简单 两个诉求不太一样 那至于要怎么使用 就看你实际上的状况而定 也许你觉得做按钮比较简单 也许你觉得插入函数比较简单 那如果你是置定函数的话 当然你将来可以分享 可是如果sub的话 就是你要把这个给其他同事用 会比较麻烦一些些 OK那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个这个答案怎么做 那如果你不太清楚 怎么做IPD的话 请你切到IPD这个范例 请你先做这个练习 什么呢 这个是用IPD重复几颗星 如果说它是100 那就是一颗星 200就看前面 就是满100就给一颗星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会需要切换到这么多类型 有没有它有这么多 其中有一类是文字类 那你可以往下找到Archetto 因为它按英文字符排列 REPT这个REPEAT OK那实际上 这个我当然是要教各位的 并不是说去背这个怎么进去 而是说你以后看到的 你要去就是说呢 知道它的方法 其实不用背啦 这都有答案的 比如说REPT下面有参数 Tesl 你给我个文字 Longortize 重复几次 那我就知道了 对啊 那我就怎么做呢 大家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Tesl我要重复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我把它什么 按F4 F4就固定它的这个绝对的位置 就把它锁起来 OK 按再来的话 下面几次 那根据这个 它的总销量 对不对 但是100次除100 就1.58 我们发现各位 其实你要慢慢习惯 这旁边都会显示 你到底做对不对 其实你不要看这里 你要看后面这里 它会显示告诉你 可是呢 问题是你 我不是要1.58 我是要1就好了 不过其实你现在按确定 它也会是正确的 因为它自动会抓前面的整数 但是比较标准的做法 应该是 这边应该显示为1就对了 所以你要接下来 要想到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 int 这个int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把小数点 无条件舍去掉的话 那你可以用int OK 当然你不一定只有int 有个另外叫rondown rondown也可以啊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int 因为它比较短 对打int就好了 然后打rondown 还打错就出不来 所以你如果说int的话呢 就直接打 因为我的程式啊 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尽量越短越好 而且尽量越直觉越好 看到就会就好 OK 然后呢 你就把它刮糊起来 就直觉的嘛 不用背啦 这样的话就最轻松 后面各位可以看 1 1.58就不见了 OK 所以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自动帮我产生一颗心 然后把它置中好了 往下填满 就完成了 有没有 因为这个没有心 好 那再来的话 还有LEN LEN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 那当然这个是判断 那个身份字号 是否正确 等等的这边 长度 有没有 那你让它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有个LEN 你可以往下找 这边LEN 那还有一个LENB 不过你可以发现 这个这个有个 因为以前 最早 中文字是当两个位元 英文字跟数字是一个位元 不过这个已经越来越越久了 当然我们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用LEN 按确定 然后把它这个给它 因为它会跟你要一个参数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文字 按一个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这个长度 是不是正确的 不过如果说是否正确 你这边还可以再加一个栏位 是否正确 YES或NO 不过这里你就需要再把 刚刚的判断结果 外面再包一个IF 逻辑判断 OK 我想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其他像ZAPS 跟RITE 我想这个比较简单 那还有一个MID MID是切 你的中间的字 比如说性别 那你要怎么样把性别切出来 那当然我们知道第二码 你如果一男二女 你怎么把这个结果给显示出正确的性别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做完这前面的部分之后 我们就是要来看手机部分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当然我会把每一个范例 其实主要就是让各位 就是全面性的了解 比如有关文字类的 当然文字类不是只有这些而已 还有其他的 那也许其他的没有 暂时没用到 也许你可以稍微去了解 那往后如果需要用到有关这些类型的函数 你即便没有用过这个函数 但是呢 你也可以针对 他要跟你要什么资料 你给他什么资料 就马上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会我们主要是会用到那个 REPT加LEN函数 帮我先做出那个手机的这个 这个范例里面的答案 试试看